许宁宇 女22岁和北人加姆斯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本科 主持人好 各位企业家好 我叫许宁宇 是一名应届毕业生 爱幻想 天马行空 丰富的想象力让我在设计专业中 发挥了不小的功劳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我想求得一份平面设计师助理岗 以及活动策划岗类相关的职位 谢谢大家 许宁宇 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是 今年毕业吗 今年毕业 不畏惧 不放弃 做真实的自己 啥意思 就是别怕 然后真实 其实就是这点 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你平时是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我平时就外表还挺温柔的 但是我特喜欢运动 有女汉子的一面 哪方面像女汉 踢足球 踢哪个位置 后位 现在很少有女生踢足球的 对啊 很多的 她大脚后位 对 是参加我们学校学院的 那个女子足球队 大二的时候 你会足球动作吗 会 来两个 我看看 我就好奇了 就是要挡住别人 就是一定要挡 不能怕 必须得快 必须得挡 对 你来几个你们平时训练的动作 训练的动作 主要就是蹲起还有挖跳 就是这样 那个我觉得呀 其实踢足球我们都能看到 我想看看你这个踢橄榄球 到底行不行 你看 这接球不行吗 你开一个大脚 我跟你讲 就往那个缠步行的脑子上踢 如果踢准了 我帮你弹加心 好不好 来呀 打歪我 观众们就稍微回避一下 然后用身体的这个左色 你们要小心的是后位开大脚 观众们要保护 然后我就 对 就是那个人的脑袋 这样就可以 好 来 你看我做打 非常好 非常好 很好 很好 这一看他是踢过的 他还是很典型的九五后 他们在临场应对方面 其实总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还挺个性的 来 我们来看见他的背景资料 第一张照片是我参加 那个我们学校运动会 八百米接力的一个 当时拍的照片 第二张照片就是 我踢足球的时候 第三张就是我的两个作品 第一个作品 是我做的一个香水品牌的 一个作品 然后名字是一味寻常 第二张作品 是我做的一个海报作品 是两张 然后合成一个组合 我就把这个设计本身 最简单 最自然 最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你对你自己的PPT 是怎么点评的 作品的内容少了一些 占的比重不平衡了 我不是专业 UI 我提几点 这两个照片和本身PPT的比例 就有问题 这比例是16比9的 或者接近16比9的 对吧 就是我们说宽屏 但是呢 里面配的照片又是载屏的 然后呢 照片又太大 背景比较囤 你们的话 色调不搭 对 设计本身就是画繁围简 他们似乎就没有读懂了 然后设计是需要发散思维的 但是关于这个设计作品 它定了以后 这个东西是要严谨的 做视觉传达的 你的PPT是做得糙了点 明白 那咋办呢 第一轮要选了 我也帮不了你 你没带作品 大家有一点点失望 是因为她是一个 设计出身的女生 这是她的专业 但她在PPT上的 展示的视觉形象 大家觉得 好像略微欠缺了一点 你实习过没有 实习过 就我们学长开的一个 设计工作室 那你今天面试的 平面设计师的助理岗 对 你渴求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平面设计海报类 排版类 然后跟杂志有关的也可以 你要求新次多少 四千 这姑娘倒是挺阳光的 我倒觉得 但是作品这方面的东西 的确带来的太少了 而且她说 她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 工作中隶属关系要明确 为什么呀 我觉得我是一个 喜欢调理清楚的吧 我喜欢就是工作当中 模糊的概念少一点 这么说吧 如果你的上司是甲军 甲军让你去买咖啡 你买吗 买 他天天让你买 就是说在我工作的时候 这样是不行的